大家好,这里是Work Life徒步生活 今年是2020年的5月底 今年真的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在越南有一位朋友说过一句话 滴滴贝贝拉宾腾 意思是,来来去去是正常的事情 有些事情只对当下发生的人事物有意义 而后来的人只会记得结果 过程始终只会变成文书中的历史资料 也许成封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 近日,日本宣布延迟奥运会的举办时间 奥委会同意并限定最晚能推迟一年 在历史上又有几次因不可抗力而延迟或取消奥运会的经历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奥运会 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和性运动会 每四年一季会期不超过16日 分别为夏季奥运会、长奥会 以及冬季奥运会、冬季长奥会 还有夏季清奥会以及冬季清奥会 奥运会是各个国家用体育交流各国文化 以及切磋体育技能 其目的是为了鼓舞人民的运动精神 是目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事之一 第一届希腊亚点是1896年4月6日到15日 应邀参赛的国家有澳洲、奥地利、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德国、丹麦、美国、法国、智利、瑞典、瑞士和东道主希腊 第二届是在法国、巴黎 时间点是1900年的5月份到10月份 由于此次奥运会仅作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 大会组织者别出心才将比赛场次按照博览会的工业类别分为16个区域进行 导致比赛日期松散 整个赛事持续了6个月又8天之久 史称是马拉市的奥运比赛 而第三届则是来到了美国 时间点是1904年的7月2日 赛奇持续了4个多月之久 是奥运史上的另一个巴拉松寺的奥运会 但是由于出赛的地点是在美洲 许多国家碍于经费的问题就没有出息 此届的奥运会只有12个国家才赛 而在1908年举办国来到了英国伦敦 原定的举办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罗马 但是1906年的时候罗马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 因为意大利的政府财政困难无力 兴建体育场馆主动宣布放弃主办权 国际奥委会不得不临时与英国政府合作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财务问题主动放弃主办国的事件 不独有偶原定1912年要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 因为其奥委会主席突然的逝世而宣布主动放弃主办权 第五届的奥运会改由瑞典举办 时间在1912年地点在斯德哥尔摩 举办的时长从5月5日到7月22日 一共有28个国家参与 运动员一共有2054名 其中女子有57人 而第六届的德国柏林奥运会原定是于1916年举办 但是因为1914年的7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停办 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仅量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同时也给奥运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奥运会的总部也被迫迁到了瑞士小镇洛桑 32名的奥运会选手战时沙场 其中包括16名曾经得过金牌的优秀运动员 然而你知道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吉祥物的奥运会是在哪一年吗 答案是第二十届的德国慕尼黑奥运会 在1972年举办 也是截止1972年规模最大的一间奥运会 有121个国家参加了这个比赛 而本届奥运会首次出现的奥运会吉祥物 是一只德国猎犬 然而在本次的奥运会中有一个非常小插曲 就是在9月5日的凌晨 由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袭击了奥运村 奥运会因此也被叫停 并在主体育场进行了悼念活动 然而历史上奥运会又有几次停办的经验呢 历史上因为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导致夏季奥运会在1916年、1940年 还有1944年三度停办 而1940年第十二届奥运会 日本东京作为亚洲第一个深奥成功的国家 也瞬间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停办记录的亚洲城市 而日本在1964年历经停办的落空 以及战火后的重建 最终成功击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 以及美国底特律 还有比利时的布鲁赛尔以及奥地利的维也纳 拿下1964年第十八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并首度将排球与日本发明的柔道 纳路赛尘 日本在历经2011年的311大地震之后迅速重建 并且申办成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然而2020年本是不平静的一年 因为CORONAVIRUS的原因 最终是停办还是延期 一度成为了国际上市人众所瞩目的焦点之一 在国际奥委会的同意之下 将赛尘同意延期一年举办 也是奥运史上的首次延期的奥运会 好的影片介绍到这里 在历届的奥运会中 不乏有许多属于自己年代的历史记忆 有机会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些年所发生的那些事 喜欢影片的朋友欢迎点关注 我们下次见